中国子弹有多强 美国成头号忠实买家 我们为何要将子弹卖给敌人 欢迎收看本期中华振兴 如果您觉得内容还不错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如果将人类发展史浓缩为24小时 其中有22.5小时都在进行炮火连天的战争 从冷兵器到热兵器 在钢铁与火焰的交织中 人类的武器历经千锤百炼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唯有子弹扮演着与众不同的色彩 作为现代战争中最基础的军工产品 子弹自13世纪问世以来 平均每年要生产140亿颗 足够消灭目前地球总人口的两倍 根据每枚军事观察透露 中国目前年均生产各类子弹总数为20亿枚 占比全球产量近五分之一 与世界所流行的铜制子弹不同 中国所进行制造的是截然不同的钢制子弹 这种独创子弹自面世以来 便受到了国际军火市场的狂热追捧 不仅北约选择从中国大量进口子弹 就连号称全球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也是中国的忠实客户 中国子弹比较美国究竟有什么优势 能在国际市场如此畅销 枪支火炮的生产难度并不高 只要是具备近代化工业能力的国家都能自主生产 但放眼全球范围内 同制子弹的生产国却为数不多 甚至不足30个 能生产同制子弹炮弹的国家更是寥寥无几 仅有13个 就连常年自诩为世界第四军事强国的印度 也是依靠进口 才能满足自身炮弹子弹内需供应 由此可见 子弹的生产工艺是极其复杂的 其中前期金属冶炼工艺更是难度其高 即使在中国也就天津和南京两家军工厂能够胜任 狙击子弹的制造更是难如登天 目前只有五大国 德国、日本、捷克、以色列、加拿大能自主生产 子弹的生产究竟有多难造 一颗子弹的构成由四部分组成 弹头、子弹壳、发射药、敌火 子弹看起来其貌不扬 但无论是制造材质还是精度要求都十分高标准 子弹壳和子弹头的外部材质均为黄铜 因为子弹出塘速度极快 如果使用硬度过高的金属 在与枪管的剧烈摩擦下 极易对枪管造成不可逆磨损 导致枪械使用寿命大打折扣 而黄铜优秀的耐热性和延展性 就能完美解决这项难题 子弹头内部是钢制子弹心 如果想让杀伤力更强大 则使用铁心 穿刺性更佳则采用污芯 将金属材质液体胶柱质模型 接着按照精度数据将其拉成细长线 在机器的裁剪打磨下形成小颗粒弹心 底部的生产也是流水线工程 长形黄铜板运送至机器内被冲压为小零件 发射药使用的是火棉 底火是雷拱 每个部件制造完成后都会进行精确组装 别小瞧苍蝇大小的子弹头和子弹壳 组装起来却需要八个步骤才能完成 期间每一毫米的误差都会影响子弹射线与出塘 一枚合格达标的子弹 在长度、光滑度以及趋率都要严格符合标准 这也是为何全球只有13个国家 具备大批量生产子弹炮弹的原因 举例印度这些国家 不是无法生产出一枚完整的子弹 而是生产出的子弹达标率太差 不合格数太高 黄铜是目前全球公认造子弹的最佳原材料 它的硬度和密度能让子弹实现更优异的穿透能力 在射击中更有效地传递能量 就环保意义而言 铜制子弹不含任何鉴成分 因此不会对环境和生物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对于土壤水源的污染也会大幅减少 铜制子弹的实际应用已经全面普及军事民用 铜制子弹的外观一律都是土黄色 但观察中国生产的子弹确实绿油油的 这是因为中国并没有沿着传统路线使用黄铜制造 而是另辟西径选择使用钢铁来制造子弹 不过前文提到过 原材料过硬会折损枪械寿命 那为何国家依然选用钢铁作为原材料呢 这是因为中国子弹所使用的钢不是普通钢 而是经过特殊研制的附铜钢 所谓附铜钢就是将钢的碳含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表面再使以铜均匀覆盖 整个制造工艺就是先将金属片冲压为由底空心件 再用专业机床进行冲肩 让底部件成为弹头形状 接着安装钢心与千套组成的弹心 在这个流程 我国已经实现全数字化机床生产 能最大效率地完成高精度加工任务 最后就是弹壳、敌火 其中弹壳采用反向挤压法 敌火则与弹头连接 为什么中国不用防锈性能 更卓越的黄铜作为原材料 而绞尽脑汁地去研发钢铁呢 唯一的原因就是虽然中国地大物博 矿产资源丰富 但黄铜的产量却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 仅有的黄铜也必须使用 在作用更大的武器上 如今经过中国科研人员的多次改进 国产子弹的杀伤性能 对比美国也是毫不逊色 在生产成本上更要低廉许多 子弹造价受多因素影响 比如生产数量 同规格子弹 美国生产100万枚 日本生产50万枚 那么美国的子弹价格 就会比日本更加便宜 这就是设备成本平摊的道理 其次就是原材料价格 国际铜价的每次提升 以及都会影响到下游的子弹造价上涨 相比之下富铜钢的造价 就要比普通子弹优惠数倍 现在一吨铜的价格大约为7万多 而一吨富铜钢售价仅有5000多 一枚5.8毫米子弹 所需富铜钢为6.25克 那么所需成本为0.031元 其他弹头、钢心、火药的成本 涉及到保密技术无从得知 但预估各类材料叠加后 也不会超过1元钱 叠加上工人工资、运输仓储 国产子弹的最终成本价预估 与出厂价也相差无几 2021年北方工业集团向加拿大出售1亿发5.56毫米子弹 单煤标价2.5元 价格可谓十分厚到实惠 相对而言 美国所生产的5.56毫米子弹成本就要上升到3至4美元 折合人民币甚至单煤接近20元 这之间的差价可谓十分离谱夸张 美国作为头号军事强国 虽然拥有生产子弹的能力 但却还是热衷于向我国进口 美国秉持自由持枪原则 需要的子弹数量规模也是十分庞大 疫情以来美国民众一直囤积弹药 导致美国铜价最高上调至50% 但要成本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2011至2012年间 美国从我国进口子弹超过7000万 美国每次发动战争都需要消耗上千万发子弹 国内产量根本供不应求 选择物美价廉的中国子弹 一方面能满足需求 另一方面也能节省成本 实在是一举两得 面对中美之间庞大的子弹贸易 有人担忧子弹过度外销会为我们带来麻烦 实际上这就有些起人忧天了 因为子弹本身就是军火市场上流动较多的基础产品 是不受任何贸易限制的 全球都在进行自由贸易 与特定的国家毫无关联 换句话说就是这钱你不赚 有的是人赚 我们利用发挥自身优势来牟利是最恰当的选择 除此之外 我国的子弹生产线日真完善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改进 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精准的制造工艺 从材料选取到生产工艺 再到质量把控 我国的子弹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国的子弹在国际市场上备受欢迎的原因 我国的子弹不仅价格低廉 而且质量过硬 其杀伤力和命中精度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正是凭借这些优势 我国的子弹已经成为了向全世界展示我国军工实力的一扇窗口 中国海岸线漫长 边境线辽阔 对于边防部队而言 远程射击打击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更强大的子弹也能提供更好的弹道性能与射程 进一步提升中国军队的压制能力 而在未来 中国还将继续开发新型材料子弹 比如乌合金 陶瓷和复合材料 这些特殊材质子弹能提供更优秀的穿甲爆破能力 更好的应对目标防御体系 虽然有人担心我国子弹过度外销会为国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但事实上 子弹作为必要的军火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流动较多 不受任何贸易限制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继续提升我国军事实力 确保国家安全和发展 我国的子弹技术正不断向前发展 未来我们还将探索更先进的材料和工艺 为我国军队提供更强大的后勤支持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